说起谢霆锋大家都会想到一个自帅,确实谢霆锋外表英俊潇洒,男人味十足,他的帅是那种斜斜的帅,非常的有气场。 谢霆锋16岁就在娱乐圈出道,19岁更是在亚洲爆红,那时的他可谓是巅峰颜值,迷倒了万千少女。 当然了谢霆锋也是非常的有才华的,当年谢霆锋的歌被大家传唱,他当时火的程度丝毫不低于当时的四大天王,甚至成为了很多人的偶像,大家都喜欢他的外表也喜欢他的才华,于是也就诞生出了很多模仿他的人。 今天小编要说的就是谢霆锋模仿者中的佼佼者,他的名字叫一波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,知道一波的人肯定也知道他从前的工作,一波曾经只是一名普通的快递小哥,每天干着自己应该做的工作,也非常的忙碌。 但是一个月下来却赚不了多少钱,一波自己也不甘于这样的生活,大家从照片中可以看出一波的脸部轮廓大致和谢霆锋相像,他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。 而谢霆锋也是一波一直以来的偶像,一波也渴望有一天会像偶像那样登上自己梦想的舞台,然后让大家认识自己,哪怕只是模仿谢霆锋就够了。 于是一波决定去整容成谢霆锋的样子,毕竟自己有很好的底子,但是他这个想法却遭到了母亲的极力反对。 但是最后一波还是毅然决然的去整容,如今整容成功的一波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梦想,他也登上了自己梦想的舞台,并且经常会受邀参加一些节目,还会接到很多伤演。 大家也开始知道这个谢霆锋的模仿者一波,有了名气后一波更是不断的捞金,他很享受这样的生活,也非常的努力。 如今他已经自己开了一家专门搞模仿的公司,做起了大老板。